这是朝鲜领袖金正恩在媒体面前少有的失态 只见摄像机前的他表情扭曲眼圈泛红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 也是因为他刚刚失去了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为何说对金正恩很重要呢 玄哲海1934年出生于我国东北的延边市 从小就深受军事思想教育的他 在16岁的时候便参加了朝鲜人民军队 在朝鲜战争当中 他凭借着英勇无畏的作战风格 很快就引起了朝鲜高层的注重 没过多久就受到了提拔 深受金日成的赏识 到了金正恩继位的时候 玄哲海坚定的执行了先军政治 多次陪同金正恩出席国家级活动 称为金正恩执政路上的诸葛亮 玄哲海到底有多受金家人重用呢 在朝鲜如果是出现了脱北者 往往全家人都将会受到严惩 然而当玄哲海的亲侄子 带着全家人逃到了韩国之后 金正恩的表现却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那么金正恩都做了什么呢 玄哲海的反应如何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意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是朝鲜金氏家族公认的军事诸葛亮 金家到底对他有多信任 相反啊给予了玄哲海足够的信任 而这让他对金家更加的忠诚 到了金正恩病重的时候还曾经脱孤 交代玄哲海一定要帮助金正恩掌权 也正是有了玄哲海的帮助 金正恩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铲除异解 稳定了国内的形势 成为了真正的朝鲜掌权人 而就在金正恩逐渐的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圈子之后 玄哲海选择隐退 可以说玄哲海的一生始终都在为了朝鲜金家而奋斗 金正恩也在很多的场合强调玄哲海是自己的人生导师 2016年金正恩授予玄哲海大元帅军险 然而就在金正恩拿到政权的十年之后 这位恩师却突然病重 当时政治全球最严重的时候 金正恩还是不顾劝阻赶到了医院为恩师打击 2022年5月19日 玄哲海彻底停止了呼吸 消息一出全国悲痛不已 金正恩更是下令要以最高规格后葬 那么葬礼规格究竟如何呢 点击头像就有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是金正恩背后的谋士 当他去世之后 金正恩会以何种规格安排葬礼呢 为了表达自己对恩师的尊重 金正恩下令要为其举行国葬 不仅将灵堂设置在了朝鲜召开党代会的殿堂 4251文化馆中 还专门在馆内挂上了玄哲海的巨幅一项 要求全国商店全部都关门 而上一次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还是金正恩 除此之外 金正恩还特批在葬礼上使用 只有朝鲜领导人过世才能使用的默响曲 作为送别音乐 在送葬的时候 金正恩亲自为恩师台关 到达目的地之后 金正恩更是拒绝了利益兵送来的铲子 用手抛着土向玄哲海做最后的考 葬礼接近尾声 金正恩双手扶着墓碑 罕见的在外界面前留下了热泪 可能对于金正恩而言 这位亦师亦父的恩师的离去 让他本就孤独的内心变得更加的无依无靠 未来朝鲜的发展之路 也只能靠他自己的顽强走下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